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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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晴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白天黑夜都要在一起 如果有你从此变得精彩 POP RADIO 我要大声的说我爱你 POP RADIO 是我养起 就一起 一起在一起 有劲 7月27号星期六的下午5点钟 欢迎收听POP有够劲 我是最近的主持人宜沛 好 其实男生跟女生 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当然要烦恼的问题不太一样 不过现代人的通病 当然就是工作压力很大 常常要熬夜 然后在面临说工作压力 因为非常的大 所以没有办法在家 自己组成很多外食 那进而在种种的因素 跟压力之下 其实很多男人都会面临 譬如说在可能35岁过后 甚至是四五十岁的时候 就会面临说 自己好像在性功能方面 有出现了一些障碍 或是说 跟年轻的时候 差这么多 所以坊间一直不断有这种 譬如说壮扬的广告 壮扬的食品 或是谁谁谁 跟你说吃哪个很好 那因为你知道男人爱面子 然后有时候听朋友说 就觉得说自己去试试看 也不愿意找医生 不过现在有一个新闻 大家要注意一下 真的不要乱吃 坊间常常有人 也是用各式各样的 以行补行 或者是补胜壮 等等的偏方 都层出不穷 不过在台中市 有一位66岁的朱姓男子 他跟他朋友聚餐的时候 为了求壮扬 你知道他喝什么吗 他喝露血 而且是身影露血 还有憋血 结果没想到一喝之后 他壮扬不成 回家反而出现了发烧 胃寒等等的症状 然后就医之后 确诊为败血性的休克 所以他原本为了求壮扬 还差一点丧命 然后因为败血性的休克 它的报告就显示了 是抗药性的大肠感菌超标 还好是经过治疗了一周之后 败血性的休克才逐渐改善 所以医生也提醒大家 真的不要乱听一些坊间的一些谣言 尤其是生的东西 你说那种夏天要吃个什么凉面 刷冰 每次都被咽出大肠感菌超标 你更何况是 生的露血跟憋血 这一听就是蛮有问题的 好不好 请大家要注意一下 然后但是呢 接下来这个新闻 我是觉得更扯 我是不知道有没有效 但听说 在这个东莞那边 现在是非常红的一个美食 臭屁虫 学名叫做荔枝春象 是大家所熟悉的一种害虫 不过现在这种害虫 它的身价呢 就是翻涨了好几倍 原因是因为近年来 成为了广东东莞 吃货追捧的美食 由于它今年的果树花开很少 荔枝春象就供不应求 因为你知道花开的很少 这个害虫出来就少嘛 供不应求 最高还卖到一斤人民币450块 但是为什么它的身价可以这么高呢 明明是一种害虫 大家却追捧着它 当然就是跟壮阳有关啦 有人就将这种虫子做成蕉岩的 就是把它炸成像蕉岩的 这个臭屁虫荔枝春象 带有苹果的滋味 有些人呢 则会把这种虫拿来煲汤 那到底有什么功效呢 听说有补肾壮阳的功效 小孩子如果有夜尿的问题的话 也很适合吃 但是至于呢 这个荔枝春象 到底有没有效呢 我们不得而知啦 因为这是在广东那边 东莞那边现在流行的美食 如果你真的有办法拿到这种东西 你又觉得很需要 想要尝试看看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请教一下医生 因为我觉得健康还有安全 其实是很重要的 好 当然呢 男人有很多难以启齿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很开心 我们邀请到了是中医师 来帮大家解答问题 出了这本书呢 是要教男人 要怎么样来补肾气 然后呢 让自己有精气神 在各方面 体力各方面 都可以表现得非常好 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中医师来到我们现场 今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是我氧气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7月27号星期六下午5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我是奕沛 好 我们在上一个阶段 有跟大家分享说 有些男生啊 为了要求壮阳啊 然后呢 想了很多的招数 然后人家说哪一个好 就没想到的 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反而呢 就造成一些永久性的伤害 所以呢 当然男人女人哦 要烦恼的课题不太一样 不过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真的很开心 因为前面跟大家聊这个新闻 接下来没有帮大家 找一些解决的方法 怎么可以呢 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呢 很常邀请到周伟伦医师 来帮大家解答 有关于中医方面的问题 很开心 周医师最近出了一本书 专为男人设计 但是我觉得女人也要看 因为你的老公 或是你的男朋友 相关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这本书上 获得解答 这是权威女中医的60道 补胜固襟的料理 我们欢迎周伟伦医师的养胜食聊 周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周医师周伟伦 你今天怎么这么撒哑 对啊 而且我今天非常温柔 我病人都说 难得听到我这么温柔的声音 不然平常是匹配狗的 对啊 周医师平常讲话 真的超级匹配狗 对对对 不过我很好奇 因为周医师很常会 我常常去他的中医生所找他 把他卖什么的 这其实我们女人 不太会有跟胜有关的 因为男人最怕被人家说 胜亏两字 就听到胜亏两字 好像就是一种巨大的 自尊心的打击 但你为什么会想要出 跟就是补胜固襟的 这样子的一本书 欸 其实怡配你知道吗 我的强项是说女生胜亏 我们常接到女生是 自己在家里说她自己 胜水不足 胜水不足 对 女生在老化的阶段 她会说 我老百姨 就干涩 她说我跟我老公 做爱的时候 阴到很干涩 常破皮 我常常觉得腰酸 不舒服 我是不是 胜水不足 胜亏 欸 我都会附和她的话 打舌水棍上说 对对对对 这就是胜水不足 其实我心里想 听你在唱歌 这叫做胜阴不足 胜阴不足 其实男生就是俗称的胜亏 如果觉得胜亏就要不好听 不然中音应该要讲什么 会比较好听 我来学一下 你给你老公留个面子 胜气不足 对对 胜气不足 听起来好像就症状 比较轻微 对 胜气不足 好像好多了 对 不然的话 其实我觉得男生在外走跳 还是有点面子问题 欸 可是你知道 因为我们很常去 就是你知道 台湾人嘛 很常去看中医啊 我们常会觉得说 欸 女生是不是月室不OK 或是什么月经 怎么排得不顺 我们常常会去找周医师 都是要解决上述问题 我看了这本书 我才照顾 哎呦 男人要烦恼的问题 其实不比女生还要少欸 嗯 男生最重要是 他们很 跟自己朋友 男生朋友要比 能力强不强 不是吊娃娃机 吊娃机也在挑 男生会比吗 我真的很好奇 他们很爱比 然后问题是在女生面前 他也要问说 欸 我行不行 我强不强 但是我觉得这都不是 因为我是善良 纯正正规女中医 要大家搞清楚 对 我是觉得这个问题 那么大 让我出这本书的原因是 因为它越来越年轻化 哦 真的 我现在最年轻的病人 已经颠覆我 前年21岁来找我 我最年轻病人是 大概三周前是19岁 19岁 他今年才上大一 不对啊 19岁照理讲 应该就是男生精气神 最旺的时候欸 对 而且他没有女朋友 来找我看这个 嗯 然后你要知道说 在问诊的时候 嗯 我们会万文问切 这种小男生一进来 不会说欸 我身亏 不会 他也不知道自己 什么问题吧 他第一次见面 怎么会说这种话 他就开始说 嗯 嗯 因为我刚上大学想要调身体 那我说啊 那你读哪里 嗯 我去中南部 我说不错啊 反正就哈拉一下 嗯 你大学旁边告示 最有名的夜市啊 可以多吃 嗯 可是我脚酸 欸 你听到这个人迂回 嗯 而且不直接 就知道听到他有鬼 嗯 那我说啊 那你觉得 欸 身为一位 侦探 侦探 身为一位正派的中医师 怎么会觉得说 别人有鬼啊 对 就是你到底要讲 我时间很忙欸 他应该对 因为周医师的枕都很满 重点是他应该是有什么 难以启齿的问题 对 就他到底是什么 那他就说他头晕啊 腹泻啊 我说这个都是小事 你到底要不要讲 然后他就说 他说那我可以关门 为什么他这样拖拖逼你 我说那 他说那我可以关门 那一关门 我觉得你更有鬼了 只要病人一关门 我就很怕 为什么 因为我摄影机不用担心 但是一关门 他又要讲三十分钟了 哎呦 我非常怕病人关门 但是我心里还 心里很骂脏话 我还说 可以 你可以关门 好 关了门之后 他开始说 其实我小时候 因为我妈妈 保放阿嬷家 然后我就是随便看 小黄师或什么 我一天手赢十次 那我都觉得很OK 可是我越发现 越来越没有感觉 越来越不敏感 就到现在 他没有女朋友 我到现在 好像发现完全不行 那我想大学要好好过大学生活 我要 就会讲三十分钟 但是我快哭出来 就 可是你知道 我们常常会听到 你知道 身边的男生都一直在讲 说什么啊 真的不要自己来太多次 这以后真的会不行 我都觉得他们在开玩笑 可是如果按照周医师 刚刚提的这个例子 好像真的也是 因为过度的 这要怎么讲 过度使用 也不是使用过度 其实大家搞清楚 我在青春期 国中高中 你就算一天三次也不为过 可是你要想到说 365天一天三次 那就太过了吧 对啊太多了吧 你根本没有用心在念书 功课分数就差了 对 所以妈妈只要从 你知道妈妈就是帮人 在养男朋友嘛 我在养男老公 妈妈只要从青春小朋友 会常在厕所 常在书房 都关着门 敲门都不开 你其实要适度的 不要过度侵犯 但是你要 几天要提醒他一下 不要常常在房间里 因为过度的手营自慰 对小朋友的生理 心理发育都不好的 周医师这样好不好 因为你其实这本书里面 有讲到各个不同的阶段 然后当然还有男人 会遇到的问题 那假设说 我们把时间倒回去 你刚刚说的 从来看的 有19岁就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 如果说台湾的男生 好啊 我说华人的男生 如果真的是觉得 对于圣 想要照顾圣 不想要圣气不足 大概 譬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 很多都是那种亲子的 大概妈妈要几岁的时候 就要帮小朋友多注意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着手 让小朋友从小 就要把这个东西先补好 尤其是男生了 对可以 因为妈妈其实蛮关心小朋友 因为我们很多 小朋友四岁 六岁就被抓来说 医生医生 然后就跟他说 小宝小宝脱裤子 我说 为什么你见到我又脱裤子 这样他以后对我印象不好 他说 让医生看看你搞完好不好 欸四岁九岁到底 欸 对 因为男生的搞完的 皱缩 色身是成长发育的一个性向和膨大感嘛 蛤 就是说要有像荔枝壳这样子的 不能是小朋友像气球状的 可是我说人家才六七岁 他当然不懂就脱 有差别吗重点是 青春期跟非青春期前是有差的 那时候你可以带过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时候如果调好 不仅是性症的发育完全 成熟 他转骨 长高也会健壮 对 然后他以前的过敏 气喘 异味性皮肤炎 容易感冒 他可以强壮 第四是让一个服乐 不安 青春期 烦躁 每天骂妈妈 打小孩 打动物 打小狗 踢小狗 这种情绪不安 他可以安定下来 那我觉得个人是觉得 二十二岁三岁之后 到三十多 就大大学 大学那段时间 倒是不用 因为你要知道年轻人有个好处是 他吃白饭都会变维他命 他喝水都会变营养 这个小朋友就不要理他啦 对 他外面就随便吃外食什么 当然你说 医生你怎么会这样随便乱讲 说吃外食 可是那时候不归你管 他也不让你管 你就让他自由发挥 大概是三十五岁之后男生 就要非常调理了 三十五岁以后男生要非常调理 通常三十五岁 因为你今天在这本书里面 前面前半段 其实有就把男人会遇到的一些 可能跟盛气有关的 然后因而产生的就是性功能方面的问题 全部都列出来 三十五岁的男生最容易遇到哪些 就是你帮大家整理一下有哪些问题 然后其实我觉得你还做了一个表格 实在太过分了 大家有没有勾选 对对对 平分两表 用心欸 那些平分两表 我就心想说如果勾到三个以上 就会觉得心里蛮刹刹的 你来看一下 到底有哪一些状况 有有 台湾男性最常遇到的 是哪方面的性功能的问题 你在你的就是临床上 应该是说 你说早洩 早洩可能是四十几岁会有 但是不要忘记 早洩二十几岁就开始了 应该是勃起障碍 勃起障碍是一个 现在比较麻烦事 你不能每次都说 我老婆 我女朋友的阴道很松 其实不是 是你自己很不行 你自己就是铅笔 就是我觉得互相不礼貌 你尺度拿捏一下 你尺度拿捏一下 我觉得要互相尊重 就是说你自己有病 最好自己把这表格列一列 就是我们的病人里面 我有弄出一个勃起障碍事 我没有直接用那个十个量表 不过你说你到底勃起不勃起 我不是这样子 我是正规良善女中医 我是说你抽烟史长达五年 还有或是你青春期就开始抽烟 还有你在25%失败经验 就是说你四次做爱中 是不是有一次没有勃起 我是用这种比较是举例式的方法 告诉你说 如果你在这十个检测当中 你如果说是六个以上都没有过关 你也许就是勃起障碍 那那仰慰也是十个题目当中 你有六个以上 你可能比较严重 而且其实你的题目就都还蛮 就是你不会让大家直接想到说 是跟这个状况会有相关的 但没想到都是互相影响 对你看如果说你很卷胆 连坐在沙发上 搭公车捷运都想睡 你现在37岁 这个是老阿公坐在电视前面想睡觉 你37岁就有老阿公症状 其实你的搞固痛就是在下降的 对不对 所以你还没有注意到说 每次都被你老婆骂说 你怎么不上床睡 在电视机前面睡着 就在床上整个失眠 这就已经是搞固痛下降的情况 你的意思是说在电视机前面就可以睡着 但是一上床就开始失眠 对啊年轻人不会这样 是阿公才这样 看电视睡觉 对耶 对耶对耶 所以如果说你很年轻就有这样的状况 其实就是一些枕照 对对对 那男人养肾到底真的很重要吗 其实肾真的不是新功能 肾气是一生当中 一天当中阳气所汇聚的重点 比方说你跟老板在开会的时候 聚精会神 头脑清不清楚 在中医是肾经好不好 精神的经 因为中医的脑跟肾是相同 中医当中脑跟肾是相同的 我们中医的肾不是只有生殖系统 这么肤浅 中医是很深奥的 包括内分泌系统 神经系统 生殖系统 都算是 甚至是你容易感冒 好感冒会好 没关系 可是你很容易感冒 每次感冒都很久不好 你也是算肾气不足 真的喔 免疫系统不好 对气喘 气喘就是你肾气不足 上达不到肺 乳氧不到肺 所以这种是先天不足 所以后天肺气也需要不足 所以中医的一个肾是 比较是包到肾的经络 还有肾的肾脏的两颗 还有生殖内分泌系统 可是你知道肾脏这个功能 不就是跟我们的 就是泌尿系统有关啊 所以如果说我们泌尿系统的 相关系统不好的话 也就是会影响到脑部 譬如说精神不好啊 然后呢 头昏脑脏也会 不会 那就是西医的所谓的泌尿系统 我刚才讲的是 中医的肾脏肾气系统 肾气系统 对 了解 好 那如果说男人呢 如果是肾 要补肾顾肾 跟女人要补肾顾肾 又是不一样的吗 对 用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 女生是补肾英 滋肾英 男生是补肾羊 补肾气 不太一样的 所以男人如果是要补肾气 跟补肾羊的话 通常要从怎么样去着手 你想嘛 用很简单 越年轻花越少钱 你是一个青春期小朋友 你就吃点羊肉汤 晒点太阳 运动 睡眠充足 因为睡眠是让大脑的 边缘系统跟皮质层去安定 会分泌出正面快乐的多巴胺 你在年轻的时候 多去分泌这些 它就帮你补肾肾了 那到二十几岁开始上班 压力大 开始熬夜 你就可以吃点维他命 或是说 你还是有一个 虽然离开学校 你还是有个运动 持续的习惯 虽然已经开始熬夜 可是你吃点维他命 OK 到我刚才一讲35岁 35岁是关键点 对 因为35岁是其实 在中医皇帝内经 男生是以八维基数 大概是32岁到差不多 42 52岁时候 他是续日东升 太阳是最亮最亮时候 好 这时候就已经开始掉下来了 可是有些很厉害 郭台铭 郭台铭可以到六七十岁 很厉害 对 所以说你要看他的分歧点 其实在35 32 到40多岁的时候 可是我比较好奇的 就是说很多人都说 青春期过后的男生 比如说在大学阶段的男生 应该是那种需求量最大的 可是刚听周医师这么讲 其实应该是要35到42岁 或是32到42岁 这个才是男人去判别说 他到底是 应该算是什么 在这方面到底健不健壮 然后厉不厉害的一个 应该是 这应该是达到 是要颠锋的一个时刻 并不是 还是大学生 还是大学生 所以为什么大学生捐金 你35岁捐金 没有人要 是吗 捐金的都是大学生吗 对啊 你要知道说 好 我知道你意思 应该是说 如果你觉得自己还不错 应该二十几到35 都是一样厉害 那表示说你的身体状况 都很棒 应该都很棒 对 但是如果你发现 我现在跟大学差很多 你已经掉下来 你这个 让我想要昨天有个病人 他们其实18岁就认识 他们是大学同班的 那个同班同学 他们谈恋爱谈了15 6年之后 结婚 现在他们约莫是39岁 所以这样看起来 11年没有错吧 差不多21年 39岁 我的数学很烂 你要考验我 39岁 减掉18岁 21年 对 好可怕21年 21年 他们其实在前面5年 6年 10年都没有问题 但是到现在39岁 他们终于想要生小孩 他的老婆 其实已经间接暗示 不管老公在我面前 到最后民事非常爆发 火爆是告诉我说 他这七八年来 每次约他老公 就同班同学那个老公 每次做爱都不做 他明明要生小孩 你说都不做吗 只要排卵期约他 不是排卵期约他 男生都说不要 可是他们俩是相爱的 那男的对女生非常的好 而且我依我侦探个性 我知道他没有婚外情 但是他们要生小孩 问题是男生完全没有办法 但是是心理的因素还是生理因素 心理因素 觉得把老婆当作很好的太太照顾 可是他失去了恋人的感觉 所以他们我花了半年 我觉得这是一段很悲伤的故事 悲伤 比悲伤还悲伤的故事 比悲伤还悲伤的故事 因为你又不是说两个人不相爱 很相爱 也不是说两个人就是见到彼此没感觉 是可能是在这方面的事情 有点太疲乏 是遗憾 那是不是不应该交往 是不是不应该就是 可是你知道夫妻结婚 也是要走一辈子 是更久的时间 因为我是一个视力 我说为什么不早点生小孩 就没我的事了 一想我变第三者 我现在是第三者 你现在是第三者 要介入要处理这件事情 好 我觉得诸如此类的问题 其实应该蛮多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休息再来听周医师来讲讲 你身边有没有哪一些例子 或是说你在临床上 有遇到哪一些的男生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男人 如果可以正视这个问题 然后呢 积极的来处理 跟你的另外一半讨论 我觉得没有什么 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广告之后 再来请教周医师 晴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Pub Radio是我氧气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ub有够劲 吃喝玩乐最有劲 7月27号星期六下午 5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ub有够劲 我是怡沛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是出了这本书 养肾时聊的周伟伦医师 好 周医师 你刚刚讲到了一个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我觉得不是只有 单单男人的问题 男生女生可能在一起久了 可能在这方面的事情 你有找不到一个 重新点燃爱火 或是浴火的 这个应该算什么 火星 对 因为其实我的 行医生涯前半段 我是都在顾女生 其实男生有在顾 我们那时候遇到的问题是 因为女生 她看韩剧录剧 她觉得老公跟宋仲基 完全不能比 所以她完全是性能感 所以我处理女生性能感 真的假的啦 对 我处理这东西 我很有经验 很有兴趣 帮了非常多 后来我发现 欸 不对 其实最可怜是男生 我觉得相对各州各国 台湾男生有相对的压力 房贷 老婆 车子 小孩念书的学籍 学校 我觉得台湾女生 什么都会比 台湾男生相对 我觉得压力很大 而且很多老婆 很会碎碎念 说那个谁谁谁 都可以这样 你什么都不行 然后干嘛干嘛的 然后给男人好多就是 对老婆 有时候看到老婆就觉得 好想要回办公室 就是打电脑子 没错 所以你会发现 台湾的男生都从很健谈 有收集Nike 第几代 乔丹鞋 到最后 每个男生在我面前 都无语都不讲话 都是被老婆 带进医院 老婆在旁边说 你看他啦 都不讲话 你看他都不睡 你看他都不是维他命 你看他都不运动 老公可能从到尾就 三句话 我们就结束了 这样子 所以我要一直在引诱老公说话 最后到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是 我干脆完完全全 把东西写出来 你可以偷偷买回去 自己看 不要来烦我 什么啦 什么叫偷偷买回去自己看 不要去烦你 因为台湾男生他还是 不会去跟医生说那么多 没有啦 我觉得男人就很难以启齿 而且周一 你又是正派女医师 我很开明耶 没有啦 我知道周一师是很开明 可是你说你要 让男人能够讲出 这个事情很具体化的讲 就已经很难了 对 但是我觉得 有个乐观的是 中年男子 他是因为认识我很久才 说得很开心 现在有一个年轻话 那小孩子很幼稚 他二十几岁就跟我说 医生我很不行 医生我昨天跟我女朋友 怎样 我觉得还不错耶 就他其实很早就知道 他很不行 或他有什么问题 他直接找医生 他不像很多五六十岁 偷买药来吃 那五六十岁很爱乱买药 对啊 有很多那种 网路上的广告 还有一些什么地下电台 就讲一些有的没的药 然后你就是去相信了 然后买来 没补到反而会造成 就是肾脏会受损吧 对 因为没补到就算 那个的面粉 沙拉油调的算了 反正你被沙拉油 面粉也不会怎么样 对 问题他如果买到是 中药偷加西药 或西药偷加禁药 那是很可怕的后果 他不仅是肾脏 肝脏也会受损 所以我觉得男性朋友 真的不要把这件事情 当成是很难以歧视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没有 那个勇气可以去面对 你觉得你自己 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这本书前面的那个量表 我觉得做的挺好的 对 因为我看了之后 我都会觉得 这个感觉好直接 如果你大概勾个三四个 你就会觉得说 你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去找医生 来好好的看看 对 你看我连冬天 都觉得喝青草茶 鲜草茶苦茶很舒服 对不对 如果你冬天寒流 喝鲜草茶青草茶 其实这个是 他等于是 太燥热是不是 太燥热 他老婆很可怜 他可以连续三个小时 他老婆都不能休息 这也是病 可不可以叫 就是放过对方 不能放过 因为他们两个睡在同个床上 对分房睡好烦 真的很烦 对 然后其实 里面有超多的 譬如说 你自己讲了 我不好意思说 讲讲哪 有很多啊 有很多 有信誉低下 什么 现在有个最麻烦 你觉得最麻烦 其实是金虫危机 是不是 不是 是信誉低下 就是这个最可怕是 我们常在跟老婆说 那你就把腿跨过去啊 那你就把手摸过去 就可以上了啊 如果你老公不想的话 我们有很多男生是 就算整个老婆整个裸体爬上去 他都没有感觉 男生没有信誉 不是女生 我刚才讲女生没有信誉 像男生现在很多是这样 他完全 因为 是草食男吗 不是 也不是 草食男遇到肉食女 对啊 草食男遇到肉食女啊 他被整个工作的压力 肾上腺素每天分泌透支太多 到最后肾上腺素整个瓦解 嗯 没有办法去应付这样的一些凡事 所以我觉得这样 如果是女生都已经做到这样的话 真的会觉得太悲伤了耶 对 你都已经趴上去 你老公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耶 对 然后我们都常说 他一定是炸鸡排吃太多 所以已经胖到摸不到睾丸 诶我可不是这样写 诶我可不是这样写 我说你常常肚子中间肚脐摸到冰冰凉凉的 可是其他地方是热的是正常的 诶为什么 这个就是因为他其实在一个最温暖的一个 韧脉 嗯 脏区他是冷掉空心掉的 嗯 所以这种人他比较是属于性欲 比较容易低下的 那有没有可能有些人是一开始 他其实没有性欲低下 然后就渐渐的就是中间肚脐就冷掉 有 他一直感冒 他一直吃抗生素 或是他一直气喘 嗯 或是他其实曾经车祸受伤 内伤过的 嗯 他本来是型的 后来变成车祸后变这样的 诶所以如果说男生的听众朋友要自我检视 你摸一下就是你肚子周遭 是不是肚子周遭是热热的 但是肚脐却是冰冰的 对 诶那你就可以检视一下 是不是有这方面 就是觉得我们都不想做 没什么感觉 对那另外还有最近是因为夏天的关系 运动风气盛行 嗯 我们有病人他宁愿 嗯 不要以为我常钓鱼 是因为我从老公跟老婆口中问出来 嗯 海钓船都是晚上十点出发 他宁愿晚上十点 到第二天中午最热的时候 海钓船出发去钓鱼 嗯 他也不愿意在家里陪老婆睡觉 这有没有问题 这个很非 每个礼拜六日 那老婆就陪他去海钓船上睡觉啊 因为老婆怕长班啊 哦 ok 不想好像晒太阳 对那第二就是 嗯 他宁愿下班后 嗯 还去健身房 健身到十一点 有 才回家 我有听过有女生在抱怨说什么 对 他老公就是一直去健身啊 去跑步什么的 但是就是对他没什么感觉 对就夜跑 那表示说 表示说你有你有那个体力去跑步 你有那个体力去健身房 那表示你不是没有体力啊 嗯 这又不一样 嗯 因为其实生命系统跟生殖系统不一样 嗯 我们常常举个例子 太监没有生殖系统 他也可以活一百岁 嗯 李蝶音也是活到九十几岁 嗯 就是说你没有生殖系统 你还是可以维持生命力 所以他跑得很开心 跑马拉松跑金牌 嗯 可是他那方面是不行的 嗯 这种人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哦 好 那如果我们接下来要对症下药的话 其实这本书有写得很详尽哦 包括了后面有很多食疗 你当然可以去找中医师 然后为你就是量身打造调理 但如果说要用食补的话 是不是跟肾气有关 很多黑色食材 深色食材都是被证实说 其实对肾很好 对黑色东西入肾是中医的强项 嗯 比方说像当归 像肚仲 像黑豆 嗯 都是很好的补肾气的 像黑芝麻也是 嗯 可是不要忘记 其实在西医的研究发现 有关于高含量的鑫跟锡 都是可以增加性能力的 嗯 它是在很白的东西 嗯 像蚵啊 嗯 蛤蟆 蚂啊 生蚝都可以多补充 诶那如果有人吃素怎么办 吃素的话没有关系 像肉桂 嗯 肉桂是一个非常好 因为肉桂里面肉桂圈 对 会增加整个肾气的强壮 手脚的温暖 嗯 对血管的通透性是有帮助的 了解 那如果说要多补一些鑫啊 对 男人 像蛤蜊 鲜蝦都很好 嗯 好 那有没有几道什么料理 你是觉得可以推荐大家 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茶啊 也还蛮不错的 诶其实我觉得这本书 女人也可以买回去看 对 如果你想要帮你老公保养 帮你男友保养的话 其实里面有一些茶类的 比如说什么双生枸杞茶 滋胜草米茶 其实都没有很难诶 诶这个名字我想很久 你看 胡桃烧鸡 来开鸡 还有 你要开鸡 不是啦 还有一个是叫什么 继续给力 下什么意思 继续给力 诶 伤继生啊续断啊继续给力啊 对不对 还有头头是到他 哦头头 你不要觉得我们是在讲黄色笑话 芋头 哦 对 那芋头你们都会觉得说好像是淀粉类的 嗯 它是一个比较 嗯 还蛮碱性的淀粉 其他不是 它里面金安酸很多 嗯 对男生的一个荷尔姆是有刺激效果 嗯 那洋葱头是用在血液循环 嗯 去血管软化 去一个通血纸 都还不错的 对 然后呢 有没有一些茶的料理还不错的 我自己觉得 不老有氧茶是蛮吸引人 因为它里面叫锁羊 嗯 锁羊就是锁住你的氧气 一听就是壮氧的 锁羊是听起来很厉害耶 对 还有刺五家 刺五家是不是很常在药酒里面听到 刺五家 刺五家就是西伯利亚人参 哦 对 它可以增加血液里面的氧气 嗯 充氧量 嗯 所以呢 锁羊也是一种中药 对 都是植物性的 都植物性的 然后你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啊 譬如说 双生枸杞茶 哦 那很好 其实我觉得这男生女生都可以喝啦 对 因为它很简单就是人生西洋生枸杞 男生很不爱喝饮品 女生很爱喝茶 对啊对啊 其实人生里面的皂肝 比西洋生皂肝多很多 人生里面有36到37有皂肝 嗯 皂肝就是supporting 嗯 皂肝对于整个细胞修复 抗氧化抗衰老 嗯 增加活性都是非常好的帮助 嗯 你不要觉得说只有韩国吃人参 嗯 日本人参也吃很多 嗯 对一些解酒 应酬都是很好的保养 哎呦 日本的人参都是用在那个解酒液上面 对对对对 就会看到很多那种很像人参的图案的那种解酒液啊 欸可是人参这个东西是不是 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啊 对 而且夏天不用太多 对 而且用量越少越好 嗯 就一片就够了 不然会太 太燥热 对太燥热 对对对 好 然后其实还有很多譬如说什么解育保干茶 夜猫精力汤 我觉得这感觉很厉害欸 欸这个 我觉得牛番茄跟橄榄油的搭配是很好 因为番茄要经过油脂的一个炒作之后 它的一些维生素出来 嗯 那山药芡食是对男生的一个补肾器 收炼 嗯 你要叫做不能一直外放 嗯 中医对于收炼比外放重要 嗯 你收精之后第二天才能外放出来 是 所以山药芡食是四神汤 嗯 嗯 还蛮重要的食材 对 所以小朋友吃会长高 会止咽尿 嗯 男生成人吃了会有一个强壮性会有出来的 嗯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茶叫做早生柜子茶 117耶 这个一听我觉得就好像蛮厉害 好像就是你如果要为了 对 譬如说要让太太怀孕做准备的话 这个茶是不是可以多多喝 对 因为你看说到除了性功能之外 来找我一堆的 比较大部分都是不孕症 对啊 那不孕症男生 现在不孕症的人太多了 他 不孕症到底是 我觉得是男女双方都有问 就是都是会有一些状况 原来都觉得是女生问题 可是有一半以上 最后都发现男女生都有问题 嗯 那本来就是金虫的数量不够 嗯 不然就是活动力不足 对 或者形态 他很多金虫 可是每一只就是断手断脚 小儿麻痹 没有头没有尾巴 你是说 就是形态就不对了 你说金虫本人是不是 金虫 我心想说什么断手断脚 金虫小弟本身 他本身 对 他本身就是一个头配一个蝌蚪尾巴 配不好 配不好 对他很多只没有一只可以用 嗯 那所以这种 这种人也会被老婆抓过来我这边 对 所以是早生贵子擦 那这个对 比较特别是 你都会觉得中医好像都补药 嗯 它是一个量补 我们刚才说人参是一个热补 对 大补 对 就是欸 它也是高贵哦 大补 寒补 它是寒的 所以黄渤是一个中医地位跟人身相对一样的一个药材 黄渤对不对 是的 黄渤跟车前子 对 欸 其实这本书里面还有提到说 呃 其实按摩其实也有效的不对 按摩对于一些肚脐边 或是腰边 嗯 或是像小腿嗯 或后锥大锥穴 你常常中暑去刮刹 颈部后面那个硬的骨头 嗯 大锥的阳气所在的大锥穴 都是很有帮助的 欸 如果说女生真的想要帮老公 譬如说稍微舒缓一下 或是说希望他 当然 我觉得这件事情哦 不要真的觉得你是谁谁谁单方面的问题 你当然你去找了医师 医生会开药给你 或是帮你补枪 但如果说夫妻两个人之间 你可以互相帮忙 我觉得这也会增加感情吧 老婆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帮老公按啊 或是泡澡 或是什么任何其他的建议 这会是可以建议大家 这就不是就到保养 你就是直接就是 类似春药或壮养 或刺激 你讲话就要讲正正确的方向 你那你讲你讲 你讲 我不好意思说 你就讲到是敏感带 或敏感穴道 你这样敏感样子 好 来来敏感敏感带 敏感穴道 女生的敏感地方 你说是一下啦 鸽子窝啦 乳头本身 那男生的敏感带是在尾锥就 那要怎么讲 骨勾嘛 骨勾往上 尾锥 锥体的最后 就是腰的下面 骨勾的上面 腰的下面 骨勾的上面 对 那一区是 而且你不要用力去帮他按 其实你只要用五只手指 像羽毛般的来回 那就用羽毛烧他痒就好了 对 那他就射精了 所以你可不可以前面不要 其实男生很刺激在那边 你自己控制一下 你自己的用字 简词好不好 你要把他就是前面 我的讲的非常迂回 你讲的也太直接了 不是你前面不能立刻 就是他其实 就循序渐进了 你就乱摸之后 到最后他就是不行 其实你去多用像羽毛般或摊 手用摊 用摊 去稍微刺激 他就可以完成整个功课 讲教功课又很难听 教功课我觉得还好 真的吗 比你刚刚讲的那个好多了 所以你是说 绝大多数男人的敏感带都在 在尾锥那里 因为那里会刺激回去脑部 让他千分之一秒百分之一秒 就放出一个要射出的指令 所以这样子会让 互动的时间完整性比较愉快 但如果说男生就是有太早出来的 这个疑虑的话 这就不可以用这一招了 那是要用中止法 就是一个 你自己讲 就是一个在行为中间 其实可以先中断 让他休息一下下 再继续 因为你有提到一个例子啊 就是使用了这个中止法之后 就他们两个人的性生活 就获得蛮多的改善 对 因为坦白说 我们就是一个医生 我们又不是助养专家 我们其实只要你可以勃起 查入射精 你只要一分钟三十秒 两分钟 你只要能让一方面做到这样子 让女方有高潮 你就算两分钟内结束 我们也不觉得怎么样 因为我们是医院 是医生 但是很多人很可怜 他是连勃起查入射精中间 老婆没有任何高潮 就结束了 这是一个很令人遗憾 更遗憾的事情 超悲伤 所以其实我们要的是完整 而不是时间 所以有些东西的 美感跟教法 不是要你要很持久 我们这里不是在写爱情小说 对 我们是要你们两个完整 有happy ending 应该说周医师出这本书 最大的目的是说 两个人配合都有一个 好的开始 好的过程 好的结束 对对对 两方面都可以happy ending 这是最重要 不要你happy 你happy我不happy 或是我很happy 你很火大 这个也不行 我们也没有要教你说 你看了这本书之后 你就可以夺持久 也不是 重点是那个过程 还有有没有happy 这件事情 好的 我记得你知道 这本书非常难访问 因为我又不能问得太深入 然后我还要顾及 听众朋友有各个生活阶层 好 那如果说大家对于 听到周医师这么讲 然后非常有兴趣的话 这本书可以支持一下 如果男生觉得说 自己想要看看自己的量表 有稍微相关的问题 又不好意思直接 跑到医院去的话 可以先买这本书 稍微衡量一下 那女生也可以买来看 因为你后面有一些 就是食疗的 有茶饮 还有按摩的方法 其实都蛮完善 是一本很厉害的工具书 或者我们是真的不能讲太多 请大家到书局 来支持一下周医师 也谢谢周医师 周伟伦医师出了这本 养肾食疗 谢谢 谢谢 晴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是我氧气 POP RADIO 就一起 再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劲 吃喝玩乐最有劲 好 希望大家听完了 这集节目之后呢 有问题的 自己觉得怪怪的 可以去买一本书来看 那么当然也是 希望大家 所有的男人呢 大家都不需要补太多啦 大家都是精气神 非常的强壮 好 接下来也请你继续锁定 和现任主持的音乐Buffet 别忘了明天下午五点钟 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